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谢金河社长 他提到了 他说ETF是全球股市 未来最大变数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ETF太过吸睛了 让全球股市埋下了不安的因子 ETF呢 它其实就是你前头进去 它就不断地去加码大新股 所以你看到呢 美国企业龙头苹果啦 亚马逊啦 股价飙市值也持续在飙 但是呢 会不会有一天 它有可能就反转了 它拿一个个股当例子 就是华尔街的ETF最具代表 现在就是这一档 SPDR S&P500的ETF 它其实从不断127块涨到258块 现在它的市值 已经比台积电都还要来得大了 所以蔡总 你先带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市场就怕一窝蜂 钱一直往这边跑 往这边跑 真的会是未来的黑天鹅吗 或是不安定的因子吗 这个谢社长最大的担忧就是 有一天 应该迟早会那一天 总买进变成总卖出 那过去这段时间很长的 全球的资本市场提到的ETF 都是源源不断的总买进 那到什么时候会总卖出 不过我们要讲这个ETF 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花蜜 我们看一下台股 这个是周线 好 我们就从这两年 你看去年小英总统当选的时候 7627点 现在10800 58了 这一段大盘总买进 涨了多少 41% 大盘涨了41% 好 现在我问我们所有的观众 你的考验来了 当然有人讲说 我买到台積电 恭喜你 130到现在240 TSMC 狂涨80% 但是我们客观来讲 扣掉外资80% 国华基金6% 好 那一些保险基金在扣掉 我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持有台积电的 大概这个比例不会超过10% 所以蔡总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真的那个10%不到的 所谓的台积电 真的散户直接持有 他的一张股票的有吗 寥寥可数 但是我透过ETF 我是有机会可以参与投资 这个会不会进一步造成 所谓的台股更加的M型化了 对 这个是在过去 不过我们觉得未来是一个 内支渐渐力量抬头 等一下我解释 所以谢社长的担忧 会不会有一天总买进变成总卖出 那我们来看一个什么指标 这两年相对做台湾50缓一的 就是颠倒 对 做空的 跟台湾50是颠倒 对 台湾50涨40% 一路创高 他这两年你看这个周线 哇 有这样跌的 一路破底 从来很少有涨起来的 所以等于你买台湾50缓一 就是你看空大盘 看错了 一路跌 但是我跟报告 这样的跌滑也不正常 可能在未来我不晓得什么时候 突然有一天 它的出现怎么样 爆量 开始上涨的时候 台湾50可能就要停顿了 蔡总工 今天如果50反应哪一天 要拐点上来的时候 很多人头脚就要冒你烧了 那就是大盘出大事 如果要看内资的话 因为我知道10号开始 贵买它又要继续在办业绩发表会 所以蔡总提到说 这一波内资开始活络起来了 有可能接下来就看内资 在贵买市场进行表现了 对 成交量的结构 我们说其实这一两个月改变了 内资占比提高 我们光看一下 这个进来的内资很多人会对 中小型股 比方贵买的这些股票有兴趣 你看贵买的指数一路的过高 这个过高大概已经达到 27个月的兴高 更重要一个数字 在第三季的时候 贵买一季做了一亿以上的人 居然高达4400人 内资都是在这个地方 大户在这里 为什么有一个原因 税改 这个会起立法院会通过税改 我们只关注鼓励这个部分 以前我是大户 那我买了股票 合并综合所额税 我们不要说税率最高45%的户人税 很多40% 所以假如说股票的指令率5%的话 你不要以为你拿到5% 你要打个6折 你可能拿到3% 另外那2%交给中华民国政府 我不愿意做 所以钱出去 但是外资的鼓励只有20% 但这一次的草案 根据我们金管门会 雇主委的讲话 外资有可能是21% 它会提高 到达22% 现在还没有确定 假如是他说22%的话 外资就当然流出了 但是内资的话 可能从45% 40% 开始婚礼课税降到26% 那就差很多了 大户就愿意把钱放在台股里面 对 因为过去几年 内外资鼓励不公平 内资的钱是出去了 到香港 新加坡 未来会回流 想看看 回流了以后 他会不会选择怎么样 中小型股 所以回来讲 过去的这几年是外资主导 所以TSMC 或者大盘 或者台湾50的正向都很强 反向就很弱 但是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 出现怎么样 猪羊变色 我们今天一路听下来 停轿ETF就是你刚刚问的 身边真的一定问得到 好多人在买 闭着眼睛给他买下去 还有人出书 我们的好朋友施生辉施老师 他就说就靠一档股票年赚18% 那一档就是0050 我不是打广告 而是说今天被你一个开场Q进来 才会变成好像洪水猛兽一般 其实也未必 对不对 我们可以善用ETF创造财富 而且现在除了你刚刚讲0050 包含了最近很夯的原油 券二的ETF 最近很强 之前是最弱的 现在可以出现了强反弹了 其实我觉得ETF就是一样刀子 弄得好的话 切菜都很方便 但你不小心 也可能割到自己的手 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大家的习惯 最近石油很强 我光从这个9月份 大概47块纽约原油 到55块两年的高点 这已经涨了波段17% 过去我们投资人的惯性是说 石油涨价 所以我赶快去买一下台塑 买素化库 接下来它的产品报价一定涨 一勾片一点点谈 马上又要开法师了 我告诉你 台塑都还已经预告 它第三季字节的数字 EPS 2.6 前三季5.7 今年会赚到7块 比去年的6.1都还大为的成长 高兵 买去 怪怪的 都还是九几块 我不是说它不会涨 也许它还要再往后拖延一段时间 因为现在钱都被锁在瓶盖 还不见得到这个说话 是 这不对 这个逻辑你可以锁出再突 但它不知道要等多久 我告诉大家 有一个方法 你不要看 原大S&P原有 当然这个是2倍 正二 更改更大的一个天赋 今天的成交量也3万多张 它从这个9月 同样是47 47块的时候 它是12.43 今天17.5 它涨了41% 你即使2倍我把它除以2 就1倍好 也21% 21% 也赢它 赢这个怎么样 那这个有 更比这个台说集团 所以呢 其实三用ETM 证券的一个操作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也会砸得到 我们来说 证券的